吴磊骑行告一段落 敢言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曾放弃豪车骑行上下班 吴磊的演绎之路一直与众不同 他并不随波逐流 不盲目追求潮流 这种坚定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演绎工作中 也贯穿了他的生活 就像他在骑行中一样 吴磊坚持着自己的节奏 寻找独特的风格 在娱乐圈里 众多明星选择豪车上下班 而吴磊则常常被拍到骑自行车的身影 穿着工装服 戴着头盔 他以清爽和接地气的形象示人 保持着少年感十足的态度 追求热爱 释放能量 吴磊的骑行爱好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他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种方式 一种能量的来源 每当工作结束 他总会选择踏上一段骑行之旅 这段旅程充满了有趣的经历 在北疆骑行片中 他不仅仅享受骑行的快感 还结识了一位骑友大哥 这位大哥看见吴磊 这个年轻小伙子在新疆骑行 感到非常钦佩 尽管大哥并没有认出吴磊是明星 但他主动添加了吴磊的微信 直接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吴磊 在骑行中结交朋友的能力 也证明了追求自己热爱的重要性 无论在演绎还是生活中 生活的丰富 演绎的积累 吴磊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他坚信演员需要过上充实的生活 不仅仅局限于角色的演绎 骑行不仅仅带给他快乐 还为他注入了能量 他在骑行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见识到了不同的事情 这一切都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 对他而言 演绎事业不仅仅是表演 而是整个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 不仅丰富了他的内在世界 还为他的演绎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经验 使他在影视作品中更具深度和广度 人生的启发 骑行的畅快 吴磊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 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追求自己的热爱 不断释放能量 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希望他的演绎事业 能够继续顺利发展 也期待着他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骑行视频 让我们一起感受他在骑行中的畅快与人生的启发 吴磊告诉我们 坚定地追求和热爱 能够为人生增色不少 让我们都受到他的启发 秉持这份热情 坚定地走自己的独特之路 吴磊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热爱 生活才会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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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